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影动画作品有一个小小的偶遇 然后在我印象最深的是 有一次我们在上语文课的时候 我们老师就给我们看了 应该看的是花木兰的动画电影 然后就看完了整个故事 我就会觉得用另外一个风格的笔触 去描写了咱们的一个自己中国的故事 然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里面的歌曲 给我记忆非常深刻吧 就觉得会有另外一种的笔触 或者是一个角度去讲述 一个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故事 大家好 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前有迪士尼动漫电影星宴 11月17号强势上线 神身实力加盟 后有央美喜剧综艺2023小品相声大会馆 宣周深加盟 不得不说 年度最佳艺人 非周深莫属 近期以来 乐坛劳模 实力派唱江周深 热度一路狂飙 影视综全面开花 音乐方面 一天一首新歌 一个人承包了全网所有热播剧的主题曲 歌迷听歌的速度就算再快 都无法赶超偶像周深的节奏 而且每首作品都能让自家歌迷眼前一亮 综艺节目就更不用说了 浙江台的奔跑吧 生态片子打定档上线时间后 相关路透就没见断过 明明是一档老牌真人秀 热度却吊打了多档同类型节目 可以在短时间内脱颖而出 周深功不可没 要知道 绝大部分网友都是重组周深的加盟 才开始密切关注的奔跑吧 这档节目 他的加持 不仅为节目创下了多个收视冠军 还能保证整档节目的高质量 作为跑男中的开心果只要有他的镜头出现 就是必会上演一出好戏 没等奔跑吧 正式上线 隔壁的江苏卫视就开启了追击模式 一口气官宣了两场大型活动 先是放出了2024跨年晚会的剪影线索 其中有一个剪影 简直跟周深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 今年江苏卫视的跨年晚会 观众会和往年一样 可以再次看到深深的神仙舞台 就之前的出圈名场面来预测 到时候呈现出来的最终舞台 同样会成为全网最佳 紧接住就是音宗节目音乐潮计划 把华语乐坛的多位实力唱将都请了过来 分别有大张伟 刘宇宁 张亮颖 薛之谦 周深等人 光是这份嘉宾阵容 就衍生出了多个话题讨论 不少网友都纷纷表示 如果真的能把他们五人同时请到同一档节目中 哪怕一个表演舞台没有 观众也照样愿意买账 事实确实如此 因为他们五人都是华语乐坛当中 有口皆碑的实力派 正能量歌手 光是真人秀情节 就可以牢牢抓住观众们的眼球 这还不是重点 重点是前不久 迪士尼官博在线发文 表示迪士尼百年动画电影星院 将会在11月17号跟观众准时见面 嘉宾阵容堪称王炸 刘亦飞 于是 两位配音演员实力加盟 张亮影跟周深则是作为金曲现唱者亮相表演舞台 看到这一消息后 相信不少周深的歌迷都跟我一样 第一时间就想起了2022年 神升为迪士尼百年活动演唱的挚爱族曲奇遇乐章 所演唱的金曲分别有《寻梦幻游记》 除了MV外 后来为了满足歌迷们的心愿 还在迪士尼电影嘉年华 现场全开卖 演唱了这支挚爱族曲经典旋律 全新唯美演绎 被天使吻过的嗓音 开口第一剧就能把观众带入到迪士尼的童话世界当中 百忙之中再次为迪士尼站台助力实至名归 因为没有人比周深更适合出现在迪士尼的大型活动中 在他的高能愉悦之下 动画电影星愿为博鲜火 不少粉丝都在豆瓣留言 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看这部电影了 属于典型的美国奇幻歌舞片 号称巨线之作 正片内容应该会超出很多影迷的预期 除此之外 据网友爆料 本次活动 红毯还会对外开放 也就是说 用不了多久 歌迷朋友又可以在现场看到周深跟众多好友的高光时刻了 话说到这儿 关于周深的相关路透才说了一半 仅隔一天的时间 央视文艺就官宣了一条新的内容 直呼 众多喜剧人整装集结的包袱快乐出发爆笑料 以小品之行来生活之趣 用相声之语说出人间知悉光看节目简介的话 该节目的利益 让人很难把它跟周深联想到一起 但在嘉宾阵容中确实出现了周深的名字 除了周深外 还有凤凰传奇 黄渤 岳云鹏 玛丽 沈腾 以及北京人一时立派代表韩童生老爷子 没等歌迷在央视的惊喜当中跳脱出来 深深就出现在了央视的宣传短片当中 由此看来周深不仅天爱之音被认可 就连喜剧人的身份也得到了央视的肯定 随住话题的不断发酵 超过80%以上的歌迷都在围绕这个话题展开讨论 热度更是持续刷屏 有人想看周深跟沈腾 玛丽同框表演小品 也有人想看周深跟岳云鹏一起说相声 毕竟周深在圈内是出了名的接耿小王子 不论在哪档综艺节目出现 总能带给观众意想不到的欢乐 如果站在岳云鹏的旁边 势必能摩擦出不一样的化学反应 当然了 不论周深跟谁合作 都会成为舞台上最亮的那一颗星 至于上线时间 央视表示 这道2023小品相声大会将于近期播出 歌迷只要锁定CCTV3就可以了 话说到这儿 不知道大家都对深深近期以来的相关路透 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 我是朗朗 哈喽大家好 我是歌手求生 大家好 我是脱口演员许志胜 我是脱口演员何广志 我是山一纯 大家好 我是阿云嘎 我是黄启 生日快乐 祝迪士尼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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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